11月15日,第三届中美加佛教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。 本届论坛共有来自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三国佛教界代表及各界嘉宾近300人出席。 论坛以心地和平共生吉祥为主题。 中美加三国佛教界代表纷纷表示, 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,增进三国佛教界交往合作, 促进三国民间友好交流,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建,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所以佛教它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精神纽带, 以它特有的教义和平、慈悲智慧的教义, 这种精神纽带和这种价值观应该在全球去传播, 然后无形之中来消弭、纷争, 一个拉近人们心灵的距离。 据悉,中美加佛教论坛已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纽约成功举办两届, 搭建起跨越太平洋连接东西方佛教界友好交流的新平台。 二十世纪以来,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影响弘建声音, 尤其是长中。 它那简洁关于深水的修行方式, 已经成为中国美国的追求内心平和, 超越日常纷闹的桥梁。 我们将能够探讨并发现如何更好地将佛教的精神与现代生活相逢走, 从而为全人类带来更多的和谐、平安与不准。 我们诚心之法,从构建海外华州的精神家园和满足西方国的生活心情演过层面之手, 以福法庆祝信众的心田,让宗教与生活共生共展。 实践证明,加拿大国教为这件中国国教化的成功经验, 通过了本土化实践,为汉全国教走出了一条新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